姨婆最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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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姨婆爬爬走 今天來到東部海岸 悠遊探訪石梯瓶油氣區 石梯瓶位在花蓮縣風冰箱石梯灣的南側尾端 整個區域是一個面積極大的海岸接地 海石地形十分發達 海石平台、隆起珊瑚礁、海石溝、海石崖等舉目皆是 尤其是湖瀉景觀堪稱台灣第一 石梯瓶堪稱世界級的戶外地質教室 石梯瓶海岸蘊藏著豐富的珊瑚礁群和熱帶雨群 潮尖帶上浮雪形成的潮池 生長著各式各樣的海藻、魚蝦、畏類等海洋生物 石梯瓶成為觀潮潮尖帶豐富生態和潛水、基調的絕佳場所 可沿著風景區的環狀不到實地觀察 或是登上17公尺高的單面山 不僅可飽覽石梯瓶的地質景觀 被平洋的壯闊浩瀚景象也能進入眼底 從天然海拱再往中走 可以看到石梯瓶最著名的湖瀉群 有的湖瀉遠離海邊 有的人在海浪所急處繼續受著海浪的雕鑿 石梯瓶擁有花蓮唯一的椒鹽海岸林 這裡保存了花蓮境內許多特別的物種 例如在全球只生長在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蘭嶼小翹蕊花 在台灣也僅分佈在蘭嶼和石梯瓶至新社一帶的岸邊 確保你的鑰嶼 用成長在一起 水草的水草 一一段時間是可以讓人買藏好的 小旁佐館 すぐ就是一把尺寸 水草 小旁佐館 goods 利 skin 水草 石踢屏也是个充满生命力的港口 渔船每日捕捞新鲜的渔获上岸外 这里也是台湾赏金的发源地 每年夏天金屯们走现身外海 吸引游人们搭上赏金船追逐他们优雅的身影 在海滨植物群中 乙铃头、黄锦、草海铜最多 都有耐湿、耐岩的能耐 是优良的防风定沙植物 此外长在历史上的台湾海藻 可是冰河时期遗留下来的奇目 非常珍贵 进入石踢屏 在海岸的东南角落上 可以观察到一个颜色呈现蛋白色至白色的山坡 这个山坡在靠近陆地的一侧缓缓地向内陆倾斜 然而靠海一侧的坡路则是陡峭地插入海中 形成二侧倾斜角度不同的山坡 这种地形称为单面山 在石踢屏地区小单面山随处可见 单面山西侧的坡面应受到海浪侵蚀而成天然的石踢 沿梯而上浮澜太平洋 石让人心晃神怡 波涛汹涌的海浪打在礁石上 激起数公尺的浪花 相当令人震撼 也非常壮观 比较湖心 距离 再是并且是并且放入海浪 则放入海浪 沿岸配滨 激青角度 大地的头 构金 许多小窄的沟与海岸线垂直 这些凹入海岸的沟 是海水冲石形成的 所以称为海石沟 在单面山侧边 有数条东西向的海石沟 底下已被海浪冲石胜宽 但表面却只有一条窄凤 当有大浪撞击时 大量海水冲入 并由狭缝中喷出 空气压缩的暴明 深与海水喷泉相应 颇为壮观 沿岸随处可见隆起的珊瑚礁上 有许多圆洞 是螃蟹和热带鱼 漆血遥游的场所 位在南岸的潮尖带 更有多样而丰富的生物 常可见到原著名 在此采集海胆 油泪和海藻 同时踢平工作站 旁的步道走下 可以到达一处广阔的潮尖带 农历初一 15前后几天的中午 大退潮时 是观赏潮尖带生物的最好时机 春夏之际到潮尖带 碰到那一大片绿油油 犹如海洋牧场的植物群 正式提供潮尖带动物 丰佩食人的各种藻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今天来到东部海岸 悠悠探访时提平油气区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下集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